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依靠什么呢 如同在攀岩中 哪一块岩石 哪一根绳索是我们可以 依靠的呢 今天我们解释下以色亚书第15章 这一章的主题是 审判摩押 15 16章是神对 摩押的审判 1到9节是摩押的各个城市 被审判 首先第一节 强调审判忽然领导 论摩押的末世一夜之间 摩押的牙尔 变为荒废 牙尔是城市的意思 是他们的首都 归于乌有一夜之间 摩押的基尔变为荒废 基尔是南边的防卫城市首 审判忽然之间领导 并且是全国性的审判 包含首都 包含南边的基尔 二道四节提到了 第一本 往北到北界的雅杂 全国都充满了 悲哀哭泣的声音 第五节的索尔 在四海的东南边 摩押的祖先罗德 曾经逃到此处 这里提到了很多的城市 鲁西坡和罗念 都在摩押西南部的山丘地带 可见全国每个城市都被审判 无意信免 而在人面的困难的时候 他们依靠什么呢 他们依靠偶像 第二节提到了 在高处去哭泣 高处就是神庙 露天的秋坛 是他们的信仰 人依靠偶像 完全失效 第四节提到了 摩押带兵器的高神 寒嚷人心斩惊 人依靠军事力量 也失去力量 是无效的 第六节提到了 凝临的水成为干河 这个地方原本植木茂盛 如今两岸植物枯干 敌人把水堵塞住了 过去依靠的环境 也失效 而第七节提到了 摩押人所得的财物 积蓄的都要运过柳树河 财物积蓄 一切人过去依靠的 都无法依靠 只能逃难 我们呼救神 打开我们眼 让我们看到 你的神 一切的依靠 都是虚空虚假 我们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但是我们要提到 耶华我们神的名 帮助我们 看到上帝的审判 是人无法逃避的 让我们转向神 呼求神 得着神的怜悯与保护 谢谢主 祷告仰望 奉耶稣的名 阿们